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莫斯科控制的烏克蘭南部地區克爾重一座大壩 星期二據報發生爆炸後倒塌 烏克蘭指責俄軍炸毀了大壩和水電站 而俄羅斯指責是烏軍破壞 海地今個星期暴雨引發洪水已經造成最少42人死亡 另外有幾十人失踪和傷傷 法國工會星期二舉行了第14日的全國抗議 反對政府計劃將退休年齡提高到64歲 這個可能是向議員施壓 廢除一項已經通過的法律的最後一次嘗試 加拿大一直對付有紀錄以來最嚴重的野火季節 已經有330萬公頃土地被燒毀 是過去十年平均數目的13倍 在靈岸內來北街上有幾十民示威者 抗議膨脹上升和反對加稅 在靈岸內來北街上有三十多年 有一十堆神經濟 在靈岸內 抵抗議膨脹上升和反對加稅 所以再次承認